YES! 我愛空洽! 可能平常上課就打聲招呼吧 可是幾十個忙各的 幾十秒是嗎? 就在校園裡面會碰到 上禮拜吧 還是會想耶 放了差不多四個月 快要四個月 想不想你的同學啊? 很想 去年年底的時候 我跟我的男朋友分手 然後當時就很SAD 有一天我朋友就帶著一個 大概兩米長的一隻熊 Suff Bear來給我 然後我當時覺得很感動 剛好前天晚上我 整整晚熬夜沒睡覺 敢論文什麼的 就課堂上就睡著了 然後睡一睡 剛好就在休息時間醒來 然後在我面前就放很大的一瓶 那個Red Bull提升飲料嘛 然後就哦啊!好溫馨 就是去年考試的時候 就壓力很大 然後連續有一段時間都睡的沒有很多 那有一個朋友最後一天考試完 他就特別跑來 帶著巧克力在門口等我 然後出來的時候就感到哦!好溫馨哦! 7月多的時候就是冬天 我生病滿嚴重的 那家裡都沒人 因為爺爺奶奶回台灣 所以我就一個人在家 那有一天他就突然 就是去我家 因為我離他家 開車要40分鐘 所以我就有點嚇到 想說為什麼你會來 然後他幫我煮稀飯 泡薑茶 是因為小學畢業才來紐西蘭的 然後當時候就因為那天我們 就是有參加畢業典禮 可是我就是因為 要提早來紐西蘭所以沒辦法參加 我留我一個人在教室 然後老師叫我打掃請禮什麼的 然後就當下就覺得蠻孤獨的 然後就是當我要走的 前差不多半個小時吧 就全班同學 就跑過來這邊 然後就有替我送行 然後有給我巧克力 然後花 然後蠻有合照 現在就覺得蠻溫馨的 蠻感動的 可是我到處詢問都沒有人承認說是誰 買給我的 因為我們班上的女生比較多吧 不知道 憑感覺可能是 希望是女生 可能是暗戀你的我 如果真的是的話 希望他可以跟我聯絡 我今天選了一個檸檬冬瓜小紫蘇 今天是韓清愛玉 檸檬蜜 檸檬蜜 因為我每次生病的時候 媽媽都會泡給我 所以有記憶的味道 對 是那個酸梅湯 因為酸梅其實喝那個蠻解渴的 然後我本身也不喜歡喝太甜的 那這個酸梅湯是有甜 有一點點甜 然後帶一點爽味 就覺得蠻不錯的 桂園紅棗 為什麼呢? 因為我小時候就很喜歡那個寶寶州 就是裡面有什麼桂園啊 這裡面桂園 就是我最喜歡的 喔 因為我很喜歡冬瓜 然後加了這個小紫蘇 就變得很好喝 YES 我愛冬茶 你愛冬茶 好喝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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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很喜歡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